大家好 我是Calvin 今集是IB收集系列第117集 經常會收到網友問題問 他手上拿著英鎊 想買英鎊的債券去投資 如果覺得股票市場太波動 英國國債由英國政府去擔保 不是一個中短期的好工具 隨著英國加息 英國國債的Yield也升到一個合理的水平 最近十年期的英國國債已經去到4.2 也是14年以來的最高位 現時英國國債的目的評級是AA3 亦等於S&P評級的AA減 雖然評級是低於美國國債 但一個主權國家發出的本國貨幣債券 違約率是極低的 英國國債簡稱為Guild 可以在UK Debt Management Office這個網站 看到所有Guild的資料 在這裡看到整份Guild的清單只有這麼多 你看到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conventional的Guild 要傳統債券佔發行總額的75% 而第二部分就是index link的Guild 類似美國的tips 就是根據通脹調整派息和本金 今天佔發行額的25% 今集會說傳統債券 其實可以看到張數不多 但每張的發行額是比較多 可以看到很多是300億 至400億英鎊的發行額 再加上在IB買賣的Guild 最低入場費只不過是1K英鎊 所以它的流通量和交易量 就會比其他英鎊的公司債高很多 如果想在IB買賣的話 最簡單就是在這裡 copy and paste 可以把ISIN number的ISIN number 到IB 或者可以在這裡下載到Excel Excel就會有整份的清單 可以一次過這樣 copy and paste 放回到IB 其實買賣Guild 最重要是看回到期日 因為它發行的張數不多 變成同一年份只不過是一張或兩張的選擇 可以看到最低入場費只是1K英鎊 而佣金最低是1磅 現時可以大概做到20倍槓桿 但就不建議去做槓桿 因為現時英鎊還在加息 所以借貸成本就會越來越高 而現時英國國債U Curve是有一點有趣的 你看到6個月的時候是4.14來 一年又跌到13.77來 然後去到5年又升到4.44來 然後10年又再跌到4.27來 而關於英國國債評級 其實最近Fitch已經將outlook 由stable降到negative 而且目的也有提及過 10月21日會檢討英國國債評級 如果真是擔心的話 其實可以等到10月21日之後 才再買也可以 最後 講講大家關心的稅務問題 今天英國國債沒有扣稅 但如果是英國稅務居民的話 收到的利息都會是入息一部份 所以需要報稅 而如果是香港稅務居民的話 就完全免稅 今集很簡單去介紹英國國債 如何去買賣 和現時利率有多少 喜歡今集內容的 記得comment、like、share 按下一個IP-link 我有一點回贈 我在Patreon就寫了另外一篇 有10里匯報的投資級別英國公司債 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